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这个阿姨想知道那阿姨今天想知道什么呢阿姨今天呢想来跟大家谈一谈缅甸 那我们在research这个story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我真的有发现我以前不知道的是 就是缅甸的这个翁山书记大家知道吧 那你应该不知道他的爸爸就是缅甸的国父翁山将军 曾经被派到花莲的玉里来受训 除此以外呢我们在我们那个男视角的那个缅甸街 我们还有差不多十几万的缅甸人来台湾生活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要特别来谈谈缅甸 那当然我觉得在最近一年以来 大家最我想最关注在台湾最关注的就是缅甸的 目前的在政变之后发生的情况 今天我们很高兴就邀请到的是纽约时报的研究员 那也曾经在仰光的缅甸时报担任记者的这个刘忠 来忠恩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来忠恩啊 我说实在你真的非常年轻 你不用告诉我们几岁啦 大家看你就知道觉得很年轻这样子 你是怎么样一个因缘会去缅甸呢 其实就是真的是蛮因缘际会啦 就是当初刚好就是大学有这样子的一个实习的计划 然后刚好就被分派到缅甸洋光区 大学在哪里念的 大学在香港 在香港大学念的 所以然后刚好这个计划 然后我就申请上了 然后就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就发现 这个缅甸跟以前想象的东南亚非常不一样 你那个时候是几年去的 那时候是18年 18年的暑假 那时候缅甸刚刚开放没有多久吗 对就是就在2010到2020那一段 非常就是民族改革的时期 对所以就是会觉得说 哦这边一切都很欣欣向荣 然后大家都对就是未来抱持很多的希望 然后也看到那边的人就是很单纯啊善良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国家还有好多很多 我觉得很值得发掘的事情 是我以前可能在台湾生长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就觉得说 哦将来搞不好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国家生根一下 你所以那时候有在想要常住在缅甸这样子 其实我那时候就有想说 如果真的要我在这边就是住一段时间 我觉得住个三到五年我都可以这样子 好后来所以就找到工作就留下来了吗 后来就是等于说 因为我当初实习的地方就是缅甸时报 后来就是他们就是又给我了 就是所谓的return offer 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住下来了 所以总共在缅甸待了多久 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两年左右 两年左右 所以是从2018呆到2010 2020年底 对2018呆到2020 这样子 当然中间就是我还有就回来当兵啊四个月啊什么之类的 OK好 然后那时候离开是为了什么 那时候离开其实就是 一个是很久没有回台湾了 然后我想说我先请个假 那我当初其实就是请了大概五个月的假 就长假回台湾无薪假啦 就是回来休息一下 结果输不止 回来就是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政变 对 然后就开始就是透过等于说跨国的方式继续去做采访报导这样子 政变的时候 你没有在当地嘛 对 跟我们讲一下你当时心情怎么样 当时我是反正1月31号晚上 我们都知道2月1号就是他们政府新政府要旅行的日子嘛 那我其实也没有多想睡觉 结果就是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就被就被就叫起来 我说我30月就被抓起来了 我当下就是非常的对不能播的三个字对 然后就觉得第一时间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没有在那边 就是可以马上去可能就到街上去做采访去做报导去 等于说去把当地的消息 但我确定一下你刚刚说不能播的那三个字是指哪三个字 WTF 就是对应该说其实有很多人都 我们都知道就是军方他有一个不稳定性存在 但是那时候对于大家不管是记者或分析家 我们自己共同的共识都是说 虽然他们就是有挑衅说我们可能要就是做一些事情 可能甚至是政变 但我们都觉得说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为基本上对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利益 所以当下我听到消息 当然就是非常的觉得说不可想象 对 那你错过了一个有可能是你这个 就是非常年轻的记者生涯非常重要一条新闻 当时你的心情如何 当然会觉得有点傲腕嘛 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有在那边 然后就会开始就是重复的想说 有没有可能过去哪一个时间点 我可以就是翻转我自己的决定 然后就真的在那个时间点是留下来 但是就没办法嘛 毕竟过去就过去了 我可以跟你说 我为什么一直问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也错过了一个 我记者生涯可能最大一条新闻 那条新闻叫9.1 因为我是住纽约特派 我那个时候已经在美国差不多20年了吧 结果9.1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美国 我在瑞典 我被派出去瑞典做一条很无聊的新闻 所以就说 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我这个不是说幸灾乐祸 这个不是 这真的不是 而是说你的住地发生这么大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不在的时候 那真的非常的懊悔 完全的理解 对啊 对 就是对记者来说 我在想说当时有没有垂胸顿足 当然会啊 但是后来就马上想说 因为其实那个地方环境 就是不管是网路啊 马上就是被切断嘛 非常不稳 他们要把当地的资讯带出来 其实也很难 那我就透过就是跟 还在当地的同事啊 一起合作啊 或是一些其他的方式 就继续把新闻播出来 然后我觉得 我那时候在台湾 其实刚刚好也就是 能够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蛮多报道的啦 然后我想今天已经政变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来跟我们大家讲讲 你觉得最重要的发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政变后两三天 大家马上就集结 我觉得那个 那个团结的民族性是 甚至说就是对外啦 应该不是说对外 就是说对抗这个军方的这个心 是非常的坚强的 从一开始 大概两三天 马上就组织起来 他们发动了一个叫做 所谓的CDM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就是所谓的公民服服从运动 大家上街抗议啊 然后开始罢工 不管是医生啊老师啊都罢工 还有公务员嘛 那其实大家就发现这个 这个举动这个抗议的活动 很快就是很快的散播到整个缅甸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缅甸的一个 政治经济的一个background 就是说其实过去 从建国1948年到现在以来 缅甸是一直处在一个分裂 有内战的状况 为什么会有分裂 有内战的状况 是因为边境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然后这些少数民族就是 在独立建国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些就是没有被 被包含在所谓的这个一个 冰龙的会议里面 那这个冰龙的会议就是 基本上就是 招聚了所有的各个种族 然后一起来谈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 采取一个联邦制 然后这个联邦制就帮助我们 能够一起成为一个国家 然后一起独立这样子 但我们知道说独立之后 马上这个东西就瓦解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内战 就是说后来成立了 真的缅甸的这个政府 其实跟缅族对不对 它主要的这个缅族 跟其他少数民族 本来说大家好 说好了要一起分享权利 或者是大家就是 少数民族在这里面应该有声音的 结果就没了 没了还反悔嘛 基本上是这样子 没有错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难怪要打仗 对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你就知道说少数民族之间 其实有很多的嫌隙 尤其是对缅族 缅族占了缅甸人口的 大概六十八七成左右 所以一开始 就是在缅甸 就连就是过去十年 你说什么经济改革开放 汪山苏基执政 其实这个状况并没有环节 就是还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 种族之间的对立的状况存在 所以当这个政变一发生的时候 突然很多免族的人觉醒了 他觉醒知道说 原来你们这些少数民族 一直以来被军方压迫的状况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能够更能够去 就是说理解 就是这些少数民族 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不满 甚至是有点仇恨的情绪存在 然后所以你就看到说各个种族的人 族群的人就其实集结起来 就变成是一个整个国家真正说 好像团结起来对抗缅甸军方 这样子的一个局势 所以就真的有点势不可挡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抗议很快 可能再到六月 军方开了第一枪 然后之后其实就慢慢发展 变成非常就是血腥暴力的 一个镇压的方式 然后就至此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那其实军方还是用这种血腥暴力 可能甚至是火烧村 把人就是活活的烧死 这种模式去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势力 但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那个时候虽然就是人们 不会再上街抗议 但是他们转做其他的方式 继续去抗议 继续去就是跟国际社会去宣誓说 我们不需要这个军政府 这个军政府不代表我们 不是我们所选出来的合法政府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后来就有一个NUG 那就是民族团结政府 或全国团结政府的出现 那这个民族团结政府的出现 其实基本上它就是带着一个 这些所有不同民族人团结起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呼声 这样子的一个mandate去成立的 所以我先打断一下 说这NUG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讲的 这个缅甸的平行政府吗 没有错 OK好那所以跟汪山苏基之前的这个政府 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 不一样 OK好 非常不一样 就像我刚刚其实就说了 就是种族之间的嫌隙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看过去五年 汪山苏基执政 汪山苏基带领的这个政党 叫全国民族联盟NLD 他这个政党呢 其实还是非常以免族为中心的 免族为中心 然后以佛教为依规 就是基本上就是免族中心主义的一个政党 所以你说过去五年 你看比如说罗欣亚的事情 还是会发生 然后甚至是汪山苏基还会走到海牙 去国际法庭帮军方辩护 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主义的荣造之下 而且那时候其实你知道 他去汪山苏基去海牙辩护的时候 甚至全国人民是欢呼的哦 所以不是像可能国际媒体上 我们看到的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罗欣亚事件 汪山苏基就变成 就变成一个 反正就是 PARIA 就是一个 就是应该被 被国际唾弃的对象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过去五年 其实种族之间 甚至说 以免汪山苏基政府去打压 其他少数民族 这样子的一些政策 其实还是存在的 然后就等于说 到政变之后 我们发现说 各个种族就全是要团结起来 然后这个NUG 其实就吸收很多 可能过去是少数民族政党 或者是反对党 甚至是 很讨厌汪山苏基 很讨厌全国民族联盟 这个政党的一些社会领袖 所以他们就加入了这个NUG 所以如果等于说 没有这场政变 基本上不会有这样子 我们今天看到的NUG 这样子这个一个平行政府存在 所以他们大家处得好吗 我觉得这是重点啊 我觉得主起来 大家当时很热血啊 就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当然可以啊 但是民主政治 要运作最重要 还是大家有没有办法相处啊 有没有办法一中求同啊 这部分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问到一个 很好的问题 对 因为毕竟你说 数十年来 就是大部分的人 免族的人 就是都是存在一个 大免族主义这样的心态 你说你要再一朝一夕 就改变 或者是就是 就是把他这样子的心态放弃掉 是不容易的 因为 这就是人之常情吧 那所以我们就其实可以看到说 在整个NUG里面 还是有就是 还是有这样分门派系的事情存在 就是以前可能是比较处于NLD的啊 就是全国民主联盟的啊 或者是以前是少数民族政党 还是有这样分门派系的存在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他是真的有把一些新的东西端出来 比如说 他在去年 就差不多这个时候 就宣布说 他们要正式认可 罗兴亚人的身份 那这个是以前NLD 就是全国民族联盟执政 温山主席执政 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嘛 所以 他的确还是有他的进步 虽然就是内部 还是有一些纷争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他真的有把 就是一些新的东西 推成出来 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联邦制 过去我们会说 缅甸是 他的名字叫缅甸联邦共和国 但他从来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不像是可能德国或者是美国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联邦 他其实就是非常中央集权的政府 现在过去五年 温山主席执政之下 也甚至是更往一个集权 中央政府的一个政体去推进 所以他真的去 等于说 同意说我们要 未来采取一个联邦制 让可能少数民族 可以自治这样子的一个 成分存在的时候 往这样的宪法 往这样的宪法的方向去 迈进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 对于整个缅甸过去的历史 政治社会文化的背景来讲 是非常大的进步 那他们之间 我想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对抗军政府 没有错 那在这方面 就是NUG 有没有做到统合的能力 因为我相信 这个军政府已经比 他的这个手上的资源 不管是钱 武器 人 我相信他们都会比 这个NUG多很多 所以那NUG这个团结很重要 所以目前来讲 他们在内部自己的运作上面 在反抗运动上面 你觉得目前 这个效率上怎么样 表现好不好 他们统合上做的好不好 我觉得当然就是很多人会 就是因为毕竟已经 从NUG建立起来 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嘛 所以当然就会有一些人 会开始有点怀疑的声浪说 就是我们已经革命 发起这个革命 超过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好像 还是这么的缓慢 就是我们好像没有 就是有一些进展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从几个方面来看 就是其实 经济层面的话 因为你刚才也说了 钱一定是比军政府少嘛 那经济制裁 其实那个经济制裁 对于军政府能做到的事情 其实也非常的少 所以他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不断有这样子的募款计划 那透过不同的方式 可能是像他们有做 这个乐透啊 彩券这样子的募款方式啊 或者其实在国际的 所谓的就是Bermes Diaspora 就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 缅甸的人 其实他们对于就是 资助缅甸NUG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热心 所以你看像华星街 每到周末还是会有人 在办这个所谓的 就是赞助啊 捐款的活动啊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 募到了一款不少的资金 这是经济层面 那这些资金 其实就是一部分 当然是资助军队 武器啊 训练啊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帮助 很多在当地 可能一直以来是罢工 他没有那些收入来源的民众 对或者是就是 遭到就是军方打压的一些民众 就是透过这些钱来资助他们 这是经济的层面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其他真正你说 收税啊财政啊 这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难进行 因为你现在等于说 没有很大一片的固定的领土 或者是直接人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方面 是所谓的国际的支持的声浪 我们知道说 其实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是真正说认可NUG 这个缅甸的平行政府 为什么 有没有特别的原因 代表性不足吗 他们觉得 为什么没有 我觉得很直接讲 就是他们有一个领土 他们有一个人民嘛 那你现在就等于说 就是一个组织而已 对你就是一个组织 然后那个组织其实也还不是在缅甸 很多人不是在缅甸当地这样子 所以 当然就是同时间 也很少国家是正式认可 军方是作为缅甸的合法政府 可能就是像是中国 他可能比较像是 等于说默默的承认了 军方的合法地位 所以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跟军方 有很多的一些正式上的往来 政策上的签约等等 所以就等于说 NUG其实还没有这些国际的 国际的正式认可 但是同时间我们要知道 他其实在跟各个国家 尤其是西方国家之间 其实已经一直都很密切的往来 那西方国家其实一直都有说 我们跟NUG保持着一个 非常畅通的沟通的管道 然后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NUG在美英法 捷克韩国 其实这几个地方 都有设置他们的办事处 就是他们 等于说他们的外交办事处 在当地 那其实上个月就是 东协在美国有一个峰会嘛 那其实NUG的这个外交部长 其实也有跟就是 布林肯那见面啊 就是来谈这些事情 所以就是说 国际上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支持 但是就是私下 就是还是非常的跟 这个NUG有这样子的沟通管道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革命 或者是我们一直谈论到 就是没有领土的这一个问题嘛 那就是当地 其实我们知道说去年 大概在NUG建立之后 就他们创建了一个军队叫做PDF 就是人民防卫军 People's Defense Force 那这个人民防卫军呢 其实就是受到很多 像是边境的少数民族武力组织的训练 然后也是少数民族武力的组织 给他们一些武器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 缅甸的各个省份 或者是帮去做这样子的革命的行动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他们有一些进展 他们在尤其是在缅甸中途 在Makway 在Sakine这两个省份 就是其实都是有一些的 所谓的政区 就是已经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受到NUG的直接管制 那他们就是管制 就是等于说赢了他们的那边 那一区的革命之后 其实接下来就有一些教育啊 还有一些卫生啊 健康的政策啊 其实都已经在当地开始做推行 所以说NUG其实在 比如说少数民族已经打下来的地方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错吧 但是同时间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少数民族武力组织 他们本来管控的领土 NUG是管不到的哦 哦本来就没办法管 对 所以NUG能管什么 NUG只能管 就是现在打下来的这些地方 新打下来的 对 哦OKOK 就是原来比如说少数民族 已经是他们势力范围内的 是不可能让NUG势力进来 对 但是新打下来的 就是交给NUG去管 对 类似像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NUG在 就是少数民族军队 这个反抗军里面 他们有没有办法发挥 就是coordination 就是说 跟他们当时 他们互相联系的这个功能 他有没有办法做到 其实他们本来就有 就是这样子的互相联系 从去年我们就看到 因为不然要没有 这些互相联系的话 其实基本上 我们刚刚讲到这些PDF 他不会去给 比如说 在克伦邦 就是在比较缅甸东部的地方 有一个克伦民族联盟 或者是KIA 就是有一个克勤的独立军 克勤在缅甸的北部 他们去接受他们的训练 所以其实这些 有些民族地方武力组织 他们跟NUG的合作是很密切的 当然就是为什么 他们没办法 就是马上变成说 为什么我们都效忠 都效忠NUG 就是当然还有他的历史脉络 就是那些问题 还是得要慢慢去处理 这样子 我在看这些 就是平行政府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也去 我也访问过西藏流亡政府 达赖喇嘛他们那边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最近常常看到 就是维内瑞拉的那个 就是他们也有另外一个平行政府 那我觉得在 尤其是其实西藏流亡政府 其实蛮有组织的 他们其实 而且他们其实也没有领土 因为其实他们就是在印度的北边 在达罗姆萨拉 有一个地方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组织化的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是我现在在看那个NUG的话 他们这个 尤其你说他们很多人 其实在海外 可能还是分散的 嗯 那这个组织化这个东西 你觉得对于像这种平行政府的 这种机构好了 就是他要发挥作用来讲 组织化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讲重不重要 我觉得当然就是 他当然存在一定的重要性 那其实 但是我觉得同时间NUG 现在很像一个 就是香港那时候抗议的时候 常常会说的意思 就是兄弟爬上各自努力 那他就是有很多部门嘛 那有负责就是可能外交部的 那有负责可能就是 在社会的部门 社会跟妇女的部门 然后有那种寻求国际资助啊 就是跟那些NGO啊 或者是国际组织打交道的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 那个部门其实相对的合作 就是或coordination 其实非常紧密的 所以就是说每个部门 其实虽然他们彼此间的可能联系 不怎么充足 甚至是我们知道说 有些时候有些部门 会跟其他部门 对于某些比较大的政策 是有一些的嫌隙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 但是各个部门的运作其实都是非常 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就是他们就是都各自 在自己的领域上继续去努力 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觉得最终来讲 现在我在看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好像是缺一个领导者 而且是一个有号召力的领导者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NUG的最大的问题说 他现在没有一个领导者 那除了这个没有领导者之外 他们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对于缅甸的一个未来的构想 一个vision这样子 那我们都知道 他们也可能联邦制 我们刚刚讲过这些 就是一些比较细细小 他们也不可能奉翁山苏姬为共主 不可能 对也不可能 那我们知道说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新的人 翁山苏姬过去几年 从1988年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国母的形象 在刹那之间 他们其实找不到一个 真正能够替换他的人 我们知道说过去政变之后 马上就有一个莎莎 莎莎就是部长 他是国际合作的部长 那他其实就是 他占了蛮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声量 然后很多其实媒体 就是也都有采访他 然后他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也蛮高的 但是对于NUG内部而言 他并不是一个 特别就是大家会想 就是认可的共主 所以的问题 他的沙沙的问题是什么 那他第一 有一个部分是他是亲族的人 他不是缅族的人 对那第二个就是 但是他其实过去也并不是一个 在整个缅甸 就是特别被 已经说可能是NLD指派的下一位人选 他只是在亲邦 就是比较算是一个政治猩猩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对于NLD的其他的人来说 像是现在外交部长 辛玛奥 他是一个比较在整个全民盟 比较established一点的一个政客 就是比较算是有点基础的 建制派 建制派 对 所以当然对于他来说 他就并不会觉得说 会想要让沙沙变成共主 对 所以基本上一个就是说 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 一个大家可以为依规的一个政治领袖 那我们知道当然现在还是有就是临时的正 临时的就是副总统啊 临时的什么prime minister 首相这样子的角色存在 但是他们就是跟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莎莎跟辛玛奥 他们就是相差太远了 他们其实就是可能为了一个种族和谐的形象 被推出来的一个人 所以的确就是现在缺乏一个真正能够领导整个NUG 然后说话非常大声的一个政治领袖 当然也有声音讨论说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政治领袖 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而且对外面也需要一个 大家可以认出来的一个脸啊 我觉得一个代表性的脸是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些嫌隙 所以其实在拟定很多 你说现在国家要往联邦制走 然后过去大家就可以整个完全的米平说 过去的一些不满 过去少数民族被打压的一些政策 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合作往前进吗 也不太可能 所以就是还是存在着 大家对于缅甸基本上未来真的联邦的真的成为一个民主的政体之后 这样子的未来要怎么他们的想象是什么还是缺乏的 你自己对于NUG有没有期待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成为对抗军政府最重要的势力 而且将来也许可以重建缅甸的民主 你自己就是这两点来讲 你自己对NUG的期待怎么样 我觉得与其说是对NUG的期待 我会说我对缅甸民主派的期待非常的高 就是我觉得今天虽然会 虽然现在缅甸整个地方还是处在一个非常所谓流动不稳定的状态 我觉得最终缅甸是可以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 只是说中间到底要耗时多久 那我对于这个时间而言我就是带着比较悲观的态度 我觉得可能就是数十年的时间 因为现在毕竟我觉得民主方跟军方 他们各方的要求没有一个妥协的空间 他们完完全全就是不可能坐在谈判桌的两侧去做任何的谈判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在两方都没有任何一点妥协的空间的情况下 你要说就是缅甸马上就可以恢复和平 或者是然后成为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对于缅甸多数人来说 我觉得去年的这场政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就是让他们整个对于民族之间国家未来的想象 其实是有打开的 就是他们更多能够去理解说从建国以来这样子的一个 应该甚至不是从建国以来 而是从英国殖民时期以来这样子的一个种族分化 对他们国家造成影响 他们有去反思这些东西 这是在很多的缅族的年轻人身上 中年人身上其实都看得到 我要再回去讲一讲 你就说你对于缅甸民主派的这个乐观的态度 其实我个人有一点担忧 因为我觉得民主这个概念是 他其实是需要非常 他需要在生活中实践 然后或者是说他的教育上是必须要灌输的 所以这个民主的概念这样子 那我们之前也有访问一些就是缅甸的朋友 那他们告诉我就说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大家 我想对外面的人来讲 最惊讶的就是说 其实缅甸的民主进程时间并不长 说实在也不过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这十年民主的时间 这个经验就足够让他们去抛头颅撒热血 去做这么大一个 对军政府做这么大一个对抗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让大家 非常的尊敬的一点这样子 可是我现在担心就是说 在军政府现在的这个势力之下 其实这个他是年轻一辈 他没有在民主经验里面 经过的这一群年轻小朋友长大之后 他们还会知道民主很重要吗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群小朋友 刚好是在过去十年长大 所以他们知道说 民主或者是像是很多的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能够就是自由的在Facebook上 Facebook其实就是缅甸的Google 就是他们能够在Facebook上 去看这些言论 去收集资料 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很大一部分 当你就是已经拥有 你是在这样的拥有的环境下 长大然后再被夺去 跟你曾经没有后来给了 然后再被夺去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就像我觉得像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一样 你说今天突然回到戒严时期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会疯掉 那跟很多你说比较老一辈的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听说 他们觉得那时候是经济戒严的时期 经济很好啊 为什么我不回到那个时候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说正是因为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长大 所以反而更给他们那种相对剥夺感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火苗是没有办法扑灭的 我觉得现在现阶段是无法扑灭的 但是如果你说放长远来看 如果真的到三十四十年的话 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没办法预测 我也觉得难说 你觉得现在时间在谁那一边 老实说我觉得时间还是会在军方那一边 那军方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以托待变 其实从去年开始镇压 基本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但是我觉得军方其实也在急 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处在不稳的状态 就连说你说阳光 曼德勒 奈比都 这三个缅甸最大的城市来讲 其实还是不时会有炸弹的 不管说你是军方设立的 还是说民主方设立的 还是会有就是人被炸死啊 然后还是在市区可能动不动 就有这样子不稳的状况发生 现在要去缅甸可以去吗 可以去 现在就是已经 等于说开放旅游观光也可以去了 那当然就是有一些COVID的一些政策 你要去遵循 OK那你建议大家去吗 我会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记者的话 你可以去 那当然就是你会做报道这些东西 不危险吗 当然我觉得你自己会评估啦 作为记者你会自己去评估一些危险的东西 对 那说危险吗 就是在主要的城市 现在比较算稳 就是虽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爆炸案的发生 但是相对而言已经稳定了 那如果你要去边境的话 那就真的是还是有些地方还是在战火的摧残当中 那如果你作为一般人的话 我觉得你要去旅游的话 就是比较还是不太建议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 我反而会觉得说 你可以自己去注意一下 你旅游的不管是酒店 或者是你买的东西是不是跟军方有关 因为基本上就是缅甸 其实整个经济体系 还是军方非常就是掌管独大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去给他观光花钱 对啊会不会花钱花给军方 你会不会等于说变相在支柱军方杀人 对啊你自己会考虑回去吗 我自己会想回去 但是就是时间点上面再加上 作为记者的身份比较敏感一些 因为去年就是比较多实名的报道 不知道对 我想我们今天差不多 那我最后我们wrap up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我们在外面的人 就是我们不是缅甸人 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缅甸 那我觉得其实第一个 他就是他在一个民族转型的过程 我觉得我当初过去到缅甸这个地方 其实也在看说 缅甸的这样的民族转型 是不是可以给作为台湾人的我去体会一下 就是说台湾在我爸妈长大的那个年纪 它的民族转型 它是怎么去进行的 这是对我自己而言 那我其实当初也觉得说缅甸的整个环境 有点像三四十年前的台湾 就是很和乐经济发展 然后大家很有希望这样子一个环境 我是这样去 有这样子的心态去看着缅甸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 刚刚节目一开始年我讲 就是缅甸其实很多人在台湾 十几万甚至我不知道有没有数十万 因为其实从5060年代 那个时候基本上 国民政府先是撤退到云南 后来侵略缅甸到缅甸这个地方 后来有些很多缅甸的华人 或者是本来是云南人就一起跟着来到台湾 那其实后来607080年代都陆陆续续有从那边过来的缅甸华人 或者是一般的缅甸人 然后经济起飞又有一批缅甸人过来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你有时候你的朋友就是缅甸人 可能第二代第三代 但是因为它是华人的缘故 可能就跟我们说话方式一模一样 你也不会看出来 然后你可能一问才知道 原来你也有缅甸的朋友 只是你不知道 再来一个就是 刚刚说的就是国民政府这段历史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我们会说撤退 撤退到云南 甚至柯本林会说撤退到缅甸 但是对于缅甸的整个历史国足的理解来说 它就是侵略 它是侵略缅甸的一个历史 而且甚至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这样子国民政府侵略缅甸历史 后来才有更多缅甸本地的动乱 包括共产党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联盟 然后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历史跟大家讲一讲好了 就是那一代国民党这个撤退的时候 我想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搞不清楚这一段 你说就是国民政府到云南 那因为就是国共内战嘛 国共内战那国民党就是节节败退嘛 那国民政府就不断地撤退 撤退到云南 然后后来发现又继续的就是输嘛 那就到缅甸去了 到缅甸的缅北这个地方 那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对缅甸发动了攻击 对 那其实 国民党政府对缅甸发动了攻击 就是对缅甸发动攻击 那其实 他为什么要对缅甸发动攻击那个时候 退无可退啊 OK所以他要打一个地方给他自己 对 要给自己栖身的一个环境嘛 所以就是你就一直退一直退 然后退到缅甸边境上啦 那其实缅甸的军方 有没有想要试着打回来呢 有 但打不过 所以就让缅甸军 缅甸 就让国民党 就是持续在缅北这个地方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甚至缅甸的政府都有向联合国去 抱怨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 蒋中正其实有资助他们啦 对的 其实就在台湾有资助他们啦 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都晓得的 对啊 但是因为就是那时候 蒋中正的政权还是代表中国的嘛 那跟美国关系又是很好 那就等于说就是有点把 缅甸不管有怎么样的不满都压下去了 直到后来十年之后 才慢慢就是开始有一些撤退的行动嘛 因为觉得在那边 就是其实反攻也反攻不成 那其实很多 那些当时候留下来的国民党的移民啊 现在还是在那边 反而变成有些就变成了毒枭 在金三角那个领域 对 就其实对整个东南亚的 呃这样子的一个遗留的 一个历史的影响 其实是存在非常大的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 嗯 而且那个其实后来对于缅甸 你说那个内战的部分 其实也有些影响 就像这个民族之间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嫌隙 其实这个都有影响的 是 好那 我想啊你在你缅甸待两年 那现在 接下来你看这个缅甸的 这个变化 它就变化 你一个台湾人的观察 你最大的take away 你最对你最大启发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政变过后没多久 我觉得 对于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就只是 马上觉得说 民主得来不易 真的是这样 就是台湾怎么可以在 在一个 一党专制的状况下 然后不动干戈 我们就和平的走向民主自由 然后 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发展 然后相比说缅甸 就是已经 数代人了 就是前仆后继的 甚至是用血 去换民主自由还换不到 所以就会觉得说 真的非常脆弱 可能一朝一夕它就没了 作为一个台湾人来说啦 当然不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 就是 就是好好守护这样子 嗯 对 我想这个是 这也是我自己最重要的take away 我每次在看很多国家 就是尤其这新兴民主国家的 这个经验的时候 我就想 我们运气真好 OK 我们是真的 我觉得那个是 有些时候变成民主国家 是要很大的运气 天使地利人和 那我们真的运气很好 那这个非常的 要好好的守护 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 真的很脆弱啊 对 真的很脆弱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大意啊 觉得说这个民主一定会赢 not necessary 真的 民主不一定会赢的 是要 是要我们大家 花很大力气去守护的 before you go 我想最后一个 我觉得我们都是记者 闲聊一下 就是你把那个纽石 我们 你说你做很多那个中国的 你现在是纽石在 住在台湾吗 你是他们的研究员 这样子 我们刚刚聊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你跟大家讲一下 纽石在那个查证的时候的 它的标准是什么 就其实我觉得各大 主要的国际媒体应该差不多啦 就比如说 今天有一场抗议 在中国的马亚地方发生了 就是说上海好了 那基本上我们人都不在那边 我们只会看到影片 我们也只会看到可能在中国的微博上面会有一些 一些就是发文这样子 那我们一定需要两个人 在场的人 然后去跟我们说 要在场的人 一定要两个在场的人 而且是你们相信的人 对 然后我们就是都还要跟你说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名字 还有就是这些东西 虽然我们没有要就是把你的名字 就是在当下 如果在verify的当下 没有要把你的东西 没有把你的资料写进去 但是我们需要就是你为你所讲的这件事情 take responsibility 要负责 也要负责 对要负责 所以我们需要你去确认这件事情 我们也相信你说了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两个人去跟我们确认 我们才可以去做报导 嗯 啊如果有时候只拿到一个的时候怎么办 没办法 就不能用 我们就不能用 啊我们就没办法写报导在那个时间点上 OK 对 所以这个纽诗的 这个 他的所有就是大报导都是要经过这一层嘛 就是要有两个可信赖的来源 对 那我觉得有些时候 在有没有就是能够把名字写进去的时候的报导 那这就更复杂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确认 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编辑啊 都要进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去double check 的一个行动 对 你现在在写中文的 写中国的新闻很痛苦吧 这个哈哈哈 现在因为里面人很 就是能够在里面做报导的人很少啊 当然就是我们也有就是一些同事在啦 那当然就是我们也就是透过各种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方式去 做报导去采访啊 对 嗯 好啦 今天非常谢谢钟恩来跟我们谈谈缅甸的情况啊 真的非常有 我是真的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脑洞大开 有好多讯息是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的 那今天在最后啊再提醒大家啊 啊这个是阿姨想知道是在每个礼拜一的晚上播出 那另外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是有大家来练单 下次欢迎来参加啊 因为都是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啊一起来 我们那个是讨论的 哦好OK 哎对那欢迎来参加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